欢迎收看10月25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雪怡 TikTok早前流传一名女子哭诉的视频 只在今年2月以来 因为父亲欠大耳窿2万令吉 而被迫卖银还负债 结果引起警方注意介入调查 赫然发现女子所言皆是虚构 真相是她本身欠下大耳窿 结果这名26岁的女子 今天被控以作出虚假言论 意图引起公众恐慌罪名 她俯首认罪 被判罚款4000令吉 被告代表律师以被告任职保安员 月薪只有1600令吉 却要抚养两个孩子和年迈母亲 作为求情理由 而推示在宣判如上时 也预令被告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就要以9个月监禁替代 根据控状 被告的言行已经抵触刑事法典 破坏公共安宁条文 一旦罪成 可被判处两年监禁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来跟进早前发生的超过10名刀匪 闯豪宅 结金石像等超过60万令吉 财务案 其中5名嫌犯 今天早上被控 结伙 持械打抢罪名 但他们都不认罪 获准各以1万令吉 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于明年1月8号过堂 根据案情 10至12名蒙面匪徒 是在本月3号清晨 手持八冷刀 月墙进入一栋三层楼豪宅 闯入制服屋内所有人后 大肆搜刮财物 抢走屋主 总值7万4500令吉的各种神像 怀疑不满移民局官员 取缔非法外劳 不法人士星期三凌晨 其摩多到移民局办事处 抛制汽油弹纵火 烧回一辆关车 事发时 一名直勤的保安员 在移民局范围巡逻时 发现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其摩多徘徊 形迹可疑 警方初不相信 嫌犯利用汽油弹纵火烧车 调阅现场闭路电视时发现 案发前 有一辆摩多在徘徊 跟保安员看见的摩多骑士 相信是同一人 火烧车事件发生前 移民局官员曾在古近展开突击 逮捕了16名非法外劳 韩国籍女子以开设餐馆为幌子 实则无牌经营KTV娱乐中心 还招揽貌美女同乡来当陪座女郎 传门招待来大马旅游的韩国宾客 每小时费用300至500令吉 吉隆坡移民局今天凌晨 拉大队取缔这家 位于吉隆坡满家乐山庄地区的KTV娱乐中心 逮捕了11名韩国籍男女 包括女业者 初步调查发现 想上门消遣的顾客 可以通过电话预约 或者是直接登门消费 所有落网者被押返移民局扣留 做深入调查 与父亲开心外出买夜宵 却不幸被建筑外墙脱落的碎块掉落 砸壁的6岁男童洪伦杰 与5岁的弟弟洪伦宣 至今还没有获得大马身份证 虽母亲国籍为越南籍 小死者堂姐洪家卫说 小死者父亲洪伟明与神圣 在去年1月注册结婚后 马不停蹄地为两个孩子申请公民权 一年多来往返吉隆坡越南 多次办理相关手续 所有文件都起了 花上了约18000令吉 但他们苦等至今仍没有下文 他们最终的目的只希望 早日拿到孩子的大马身份证 可惜小伦姐却等不到了 一辆载有13人 包括11名日本籍游客的旅游巴士 星期四在南北大道行驶时 突然失控猛撞前方的托格罗里 造成一名日本籍女游客丧命 12人受轻重伤 太平景区主任 摩哈默纳希尔助理总监受访时 证实了这起巴士意外 车祸造成一名日本籍女游客逝世 但目前还未掌握女游客逝世的详情 和其他商者的商事详情 东西大道日前发生野象群袭击路过轿车事件 霹雳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局接获投报后 立即采取行动 派出捕象单位将大约30头大象驱赶回森林 霹雳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局指出 现场发现约有25至30头 来自霹雳天蟒鹅的野生大象 在天蟒鹅森林保护区流连 8名捕象单位人员 昨天晚上已经到东西大道纪念碑一带 以鸣枪驱赶的方式将象群赶回附近的森林 重达250公斤 长达4.42公尺的雄性铜鳄 近日在有棕园附近的小溪出没 华仪吞噬了一头牛 引起附近居民的担忧 牛主发现鳄鱼踪击后报警求助 野生动物局官员到场 开两枪射杀这条巨鳄 随后用推土机将鳄鱼抬上岸 再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买葬 最近在新山百合花园险刻 少游战出现的猫咪员工GIGIT 你看过吗 GIGIT是一只雄性橘猫 喜欢在游战各个角落睡觉 但他可爱的模样深得人心 游战员工发现后 还为他穿上无袖的游战制服 让他成为游战打工猫 自从一名顾客将GIGIT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后爆红 带动游战生意大号 有些人甚至从吉隆坡南下新山 只为了目睹网红猫咪员工的风采 彭亨州二王子东姑莫哈默伊斯干达 昨天晚上正式完婚 与前联邦直辖区部长 纳都斯里东姑安南的千金东姑纳塔莎 共结连礼 以对亲人身穿白色礼服 昨天晚上在关丹阿都阿兹王宫 进行结婚仪式 由彭亨苏丹阿都拉陛下 和苏丹后东姑阿兹扎主持仪式 而穆斯林结婚仪式 由新娘父亲东姑安南亲自主持 在场有上百名贵宾 皇亲国妻出席见证 所有仪式也在北根市区广场 和关丹市政厅广场的两个大萤幕直播现况 同时也设嘉年华会和各种渔性节目 距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不到两个星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星期四在关键战场 乔治亚洲的造势大会 可以说是众星云集 邀请了摇滚巨星 布鲁斯·史普林斯汀 明导史派克里 和艺人泰勒派瑞等嘉宾前来站台 这次的造势活动 除了动用明星的号召力 也是贺锦丽和奥巴马首次同场造势 贺锦丽竞选团队表示 有大约2万人参与这场活动 是贺锦丽至今为止 规模最大的政治集会 挪威一列载有55名乘客的火车 星期四在行驶途中 被土崩的落石击中而脱轨 造成车上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所有乘客在事发后也已经撤离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新汉堡市 一名男子星期二晚上在住家 与警方搏火接近10个小时 直到隔天早上被击毙 除了枪手荡场身亡 事件还造成三人死亡 九人受伤 案件细节仍在调查中 台军第一作战区星期四晚上 举行镇江演习实弹射击训练 这是镇江演习首次在夜间进行实弹射击 主要是为了让官兵熟悉夜间的作战环境 和加强他们的夜战能力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近期宣布 在赤州岛上首次发现了可能来自 1亿4500万至6600万年前 白厄纪时期的恐龙化石 这项历史性发现 为香港的股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 为了躲避气旋风暴达纳的侵袭 印度东部沿海地区 已经有至少110万人逃往内陆 海滩度假圣地埔里的企业 已经被勒令关闭 游客也被要求离开 位于德国的柏林动物园 是欧洲最大最出名和最古老的动物园 拥有超过1200种动物 包括正在濒临灭绝的雪豹 每逢10月23号是全球雪豹日 新闻的最后来一探镜头校的雪豹 我是雪姨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